多态药物是癌症治疗领域的一种重要治疾 但是在我国长期依靠进口 价格较高 多数病人都承担不起 上海张江的一家生物科技企业 用五年的时间攻克技术难关 提炼出了高纯度的多态药物 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装在这个小瓶子里的白色粉末就是多态药物 别看它只有30毫克 售价却高达45万美元 多态是分子结构介于氨基酸和蛋白质之间的一类化合物 人体内几乎所有细胞都受多态调节 因此它在医药领域应用广泛 2013年上海张江的一家生物科技企业 组建了一支国际化科研团队 利用自主知识产权的多态合成仪 历经五年提炼出高纯度的多态药物原料 然后我们通过我们自己的合成工艺 然后把这个 首先把这个产品的这个程度 做得要高 我们生产出来的多态杂质就比较少 便也方便了我们后续的分离生化 专家告诉记者 多态药物实现本土化生产后 价格有往大幅下降 我们也想听办法 比如说在这个工艺啊 还有整个生产过程 怎么把这个成本压低 应该是可以达到国际水平了 对 那么现在这个成本应该可以降到一半 目前全世界的多态类药物已经超过50种 其中仅治疗型多态药物的市场 就达到了每年10亿美元 独方卫视记者梁卫浩上海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